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动手制作 我们今天要用到的材料有 图画纸 剪刀 胶水 纸杯 色纸 橡皮筋 粉蜡笔 彩色笔 首先我们先将纸杯 左右两侧各剪一刀 不用太深 然后将橡皮筋 卡住这两个缝 好 接下来我们要画纸杯上面的小动物 我们可以先用彩色笔 画出可爱的小动物轮廓 老师想要画的是兔子 老师想要画的是兔子 用蜡笔来将它着色 让它搭配个肤色 以及它的胡须 接下来我们将画好的兔子剪下来 胡须比较不好剪 可能要小心剪 可以先大范围的剪 再把小范围的白色剪下来 再把小范围的白色剪下来 胡须比较不好剪 胡须比较不好剪 同学可以慢慢剪 接着我们将画好的兔子 黏贴在杯子上 好 把它压紧 压紧 压紧 这样我们的兔子弹跳杯就完成了 这是我们刚刚完成的小兔子 老师又帮它加上了胡萝卜 这个同学做的是可爱的小青蛙 旁边还有装饰 这个同学做的是袋鼠 袋鼠也会跳跳跳 非常的可爱 现在我们来一起玩玩看 先将杯子往下压 将手放开 哇 青蛙跳起来了 我们来跳跳看兔子 放开 跳得好高哦 来看看袋鼠 你们可以将杯子往下压 它就会跳得比较高哦 现在换同学来动手做看看吧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下期再见